五國是個美食天堂 琳瑯滿目的特色小吃 哪個又是你的心頭號呢 汇聚了好幾個國家小吃的 嘉年華會第五站 來到了霹靂怡堡 吸引許多民眾到場大快朵頤 來自吉隆坡的 酬委會主席祝英傑表示 亞洲國家以特色小吃聞名 透過一場場的嘉年華會 能讓各地的民眾 品嘗來自不同國家的特色小吃 也能藉此機會 將本地的小吃推廣出去 那我們就把城市 吉隆坡的小吃帶來儀寶 而我們這次的活動呢 也希望能夠把儀寶有心 想把他的產品 打到全馬去的商家 歡迎他們跟我們一起 全馬走透透 好像在本地儀寶呢 有很多食品 或者是很多他自己的 美味的東西 他是擁有那個 那個實力的 但是呢 他沒有一個平台 去把它帶出去 為期三天的走遍全馬 吃喝玩樂 巡迴嘉年華會 今天在儀寶巴沙 冰如華小二校校園內的 禮堂揭幕 第一天就吸引了 千人到場參與 場內有不少來自台灣 和韓國的新式特色美食 更是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如果你也喜歡品嚐 各類特色小吃 那就千萬不要錯過 MTV7 霹靂 採訪我到